小智哥 人家說兄弟同心 其力斷金 這鄰近 與在商圈賣粉腸的大哥 還有名嘴三弟 三人一起出席商圈活動 真是太熱鬧了 Betty自然也是聚焦在家 這個話題上 你最近有在做人計劃嗎 最近啊 這個 看心情 隨性好不好 做人計劃隨性 已經是三個小男孩的爸爸 小智哥 有沒有考慮生個女娃呢 生女兒 每一個有女兒都說 如果沒有女兒會有遺憾 這個一切緣分好不好 靠緣分 因為這也強求不來的 因為萬一再來個男生怎麼辦 那我是不是要再繼續再拼 那跟我爸一樣 我們家就五個嘛 四男一女 那可愛的Kimi 又是怎麼說的呢 問他說你要弟弟還是妹妹 他說 那我要再一個Kimi 沒想到生下來 老二跟長的跟Kimi 一模一樣 反而他們兩個像雙胞胎 畢竟有爸爸這樣的神技 因生下來那顏值可是掛保證